我国目前有大约一半的人口 已经接种了冠病疫苗 但有许多年长者仍未接种疫苗 我国近期的冠病病例有所增加 尤其是在湿巴沙和小贩中心出现的病例 为了遏制病毒的传播 减少对社区的影响 政府将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 从7月22号到8月18号 社交聚会人数的限制将减少到两人 每户家庭每天可以接待最多两名不同的访客 不过有祖父母每天帮忙照顾的孩童 不受这些限制影响 员工仍应该尽可能在家办公 工作场所不允许进行社交聚会 公众不允许在餐饮场所堂食 只能外带或者使用外卖服务 不戴口罩进行的室内活动也将暂停 这包括剧烈的集体运动课程 脸部护理服务以及歌唱活动 可以举办的活动规模将缩小 宗教集会、宗教活动、结婚宣誓仪式 现场表演和电影放映可以继续进行 人数顶限减少到100人 出席者必须事先接受冠病检测 如果人数不超过50人 则无需事先接受检测 婚宴可以继续举行 如果事先进行冠病检测 可以允许最多100人出席 每桌可以安排最多5名宾客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旅游景点的访客容量 将下调到25% 为了遏制冠病在湿巴沙和小贩中心的传播 政府将在所有湿巴沙和小贩中心 实施强制性的Safe Entry登记措施 请在轮到您时报名接种冠病疫苗 随着更多人接种疫苗 我国才能更坚强地对抗冠病 也能更有信心地恢复更多活动 还未接种疫苗的人士 应该尽可能留在家中 年长者更是如此 订阅Goth.SG的话 文WhatsApp信息推送服务 过去有关COVID-19的最新消息 关注我们 你想知道的一切新加坡生活资讯 都在新加坡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练习